当地时间17日,仙台市的大批民众,目击到空中,漂浮了一个外形为白色球体的不明飞行物。 报告称,该不明物体最早于17日上午4时被发现,白色球体下方,悬挂着类似十字架的物体,并且该不明物体的位置,基本没有发生改变。 刚开始有民众认为,该不明物体是气象部门的气象探测气球,但经核实后,气象部门予以了否认。 由于该物体十分显眼,引发当地大批民众观看,并在网上发布。 2020年7月,拍摄于美国新墙西哥州克洛维斯,一个巨型陆架云笼罩在空中,宛如科幻电影中的巨型外星飞船,一个巨大的圆坛撞云腾,笼罩在半空中,云端烟迹分明,云腾下方夹杂着闪电,还可以看到远处令人惊叹的日落,这场面就像身处科幻电影一般。 随后,这个巨型陆架云当地城镇带来了暴雨和强风。 陆架云,按照美国SpaceX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,就曾公开表示,人类生活在所谓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十一分之一。 换句话说,马斯克认为,人类极大概率是生活在魔秘世界当中, 换言之,人类只不过是造物主的棋子而已,所以,陆架云似乎掩饰着造物主对人类的愤怒,白色球体UFO,似乎掩饰着,有人要搭梯子,做皇后娘娘之类。 这些年天空中出现的异象,难道就是老高所说的历史事件反映过来的? 不忘忘天空,说不定你也能发现一些神奇现象。 感谢收看,不要忘了订阅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